我可以都知道 姐妹為你承揚 燈光 舞台 音響 特效 台上賣力演出 台下熱情歡呼 這裡可不是小巨蛋 而是醒無科技大學 今年落成的科技藝術展演中心 台上精彩演出的 是表演藝術系一年級同學的 期末成果發表會 技職教育最講究的就是務實自用 也就是學生的學習 要跟產業界的結合 我們這個科技藝術展演中心 是在教育部在107學年度的時候 推出一個優化實作的一個計畫 那當然是由各個大專院校 提出所謂的計畫 它的計畫的目的就是說 學生還沒有出社會 沒關係 可是在學校內 它就可以用到的設備 是跟業界是一模一樣的 那可以說是一個濃縮版的小巨蛋 科技藝術展演中心 不只讓表演藝術學系 及流行音樂學成的學生 增加演出經驗 資訊傳播系學習幕後設備操作 數位設計系負責動畫及數位內容 資訊科技應用系負責互動程式設計 時尚設計系則協助演員裝法及服裝 讓藝術設計兩大學院六個戲所 都能藉此增加實作經驗 打破以前傳統的教法 就是指在教室裡面 就是寫黑板 抄抄筆記 讀課本 然後學校蓋這個表演廳 我覺得讓我們更有實作的機會 這個課程能夠讓我在 就是跟業界可以實際接軌 所以出去的話就比較沒有一些問題 優化實作的這個場域 真的解決了我們的學生 踏到職場之前 很好的一個學習的一個場地 市資五千萬的科技藝術展演中心 除了教育部優化技職實作計畫 及高教生根計畫的補助之外 更有校方意註的經費 及廠商的設備贊助 為的就是以業界的規格 協助學校共同培育產業人才 聽到我換取共產台 與喜好與書外 這是底段的科展格